一个40岁的女性 她是银行的柜台员 你知道有时候一忙起来 就没有去上厕所 她就开始 反正就一开始是小便不舒服 然后吃点药觉得比较好了 然后就反正就没有去管她了 那慢慢开始发烧烧 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们就帮她查 奇怪这个就是 膀胱炎有什么了不起 这很容易治疗 可是治疗它还在烧 那你知道我们这个膀胱 后面有一些血管 被跑到靠近我们的脊椎 这个颈 脊椎这边 那发现说 她的骨头也有问题 发现她有骨髓炎 这边治疗就不错了 怎么烧还在 再去追 发现说那个从脊椎 她有血管会到肝脏 肝脏还有浓阳 所以这个病的话 也是住了一个多月 才把它稳定治疗一下 那之前如果有一个病患是这样 就是年轻的像李源泽这样 很健美的一个女性 那来诊间 那她主要的话 她就说她私密处反复的感染 膀胱反复的发炎 然后来 她说她平常都做这么多的运动 健康的生活 为什么还会这样子 那帮她检查的话 就是先问她做什么运动 她也是一样 喜欢做举重 负重方面的一个运动 那帮她检查做内诊的话 就发现 膀胱的部分有下垂的状况 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下垂的原因 所以她每次解尿的时候 其实解不干净 因为膀胱下垂之后 她都会有一些余尿在膀胱里面 那造成她这样子反复的感染 那追究原因的话其实是这样 我们平常在做重训的时候 练的是外部的肌肉 其实对骨盆底的一个筋膜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到 那所以就跟她讲说 你要多做这个 我们叫凯格尔运动 骨盆底的一个筋膜的训练 她说有 我都有在憋尿 那我一听不对 憋尿其实是很相复刻 练习啊 憋尿其实是很相复刻的 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憋尿 可以训练膀胱的肌肉 她说网路上可以查得到 憋尿的那个部分 就是可以训练骨盆的肌肉 我说不是 憋尿的力量 是训练肌肉的一个力量 但是不是叫你要憋尿 而是说我们在训练 这个骨盆底的肌肉 不知道怎么用力 那这个用力的方法 其实是我们在小便的时候 中断小便 去憋尿的那个力量是对的 但是不是叫她 日常生活中要憋尿 那另外因为她外因的部分 就是有这种 所以就问她说 那你在做那个训练的时候 都穿怎么样的一个衣物 她就说穿着 紧身的那种衣物 因为要展现健美的身材 像神力女超人这样子 那这种衣物的话 其实长期的跟皮肤的摩擦 我们外因皮肤 是非常脆弱的皮肤 长期的摩擦 她会造成这个容易有一些 小的破皮 那细菌就会经由这些破皮 造成感染 那严重的话 会有色素沉着之类的一些状况 所以后来把这些习惯都改掉之后 她的状况才改善 之前就有过就是 忍尿的经验 就是我可能出外景嘛 有一次出外景 然后因为在外面 然后她的那个厕所很难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流动厕所 就流动厕所看起来是那种 超脏的 就是 我敢上 我敢进去 没有人使用的 然后我原本想说 好 要不要忍着上 然后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那味道已经飘出来 我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我想说 好 那我就忍着不上 然后就继续录 但你知道尿这种也是 你会忍一忍 她就不想尿了 是吗 会忘记尿 会忘记尿 真的 真的 你们会滴出来吗 不是 瓜哥那叫 真的 我后面就是可以忍到 我就忘记尿了 然后因为我后面也没有喝水 我就完全就没有尿 然后等到整个录完 我回到家以后 我才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尿尿了 然后我就去厕所尿 尿超慢 而且尿的时候还会有一点 着热感 因为我也是很常尿 因为那个尿液 好像她的那个浓 浓度变高了 就是好像 勾芡过的感觉 然后马上就上网查 为什么尿尿会痛 对 然后她就讲说 有可能是要尿到盐 或什么的 然后网络上就有说 要常喝慢月梅 然后我就尿完那一次以后 我就 那当天晚上还有隔了两 隔天跟隔隔天 就是那两天 我都喝慢月梅 狂灌 就好了 但也不知道慢月梅 是不是真的有效 所以也想问问医师 是有这么一说 对不对 其实慢月梅 大概只能 如果真的发生 咪尿道感染的时候 还是要看医师 还是要看医师 可是她自己好了耶 那可能你不吃慢月梅也会好 可能你吃 你的美女人很严重 因为我一定要喝四千细细水 我就每天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我那天晚上 从头组织到晚 我跑了十几次 但是都看不到 那个厕所 还是我一个人在那边用 都已经有够脏了 对 而且其实我们发现的时候 憋尿真的要有点天分 你知道吗 有一些特殊职业人就是很会憋 就是有时候我们尿到一半 急诊一call的时候 我们尿到一半 后面还有很多尿 我们是要马上要锁住 锁住 让她把肚子拉送出去 这么厉害 那个最痛苦了 对 但是到去处理事情 那个尿液变硬真的又消失了 不是 其实常常做这种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说冷尿冷便是要有天分 这种天分不是好的天分 我之前就碰到一口 那个四十几岁的一个外伤的主管 然后常常一个早上 这个会那个会一直看 要联络外国的客户 他常常一个早上 他一口水都不喝 然后他想说不喝水 也好 反正我就省去上厕所的时间 有时候他等到下班 过七八个钟头 喝一两口水 甚至上班前都没有尿尿 但是差在因为他有糖尿病 他的糖尿病又控制得不好 结果他的糖尿病已经造成了 他的膀胱已经神经病变了 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的冷尿的天分 是来自于他的膀胱已经病变了 他膀胱其实很脏 但是他没有感觉 然后后来其实在回诊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提到 他的小便有变得比较足了 后来就跟他小便验了 以下就真的是他有发炎了 那后来就开始用抗生素治疗 那抗生素治疗 我跟他讲 抗生素治疗 你还是得多喝水 你的细菌才会排得出来 结果他 他好像抗生素也没有很认真吃 当然他更没有时间喝水 他就说我有吃蔓越莓 我就说 那个可能没有效了 已经没用了 对 他还是说 我吃蔓越莓就可以了 后来就 这个情形其实重复了解释了 就有一次 他就晚上 他就真的是完全尿不住 他整个肚子飞上个脏 结果急诊一去的时候 急诊帮他放倒尿管 一放 他的尿路就出来了 1500星 那1500星 真的是整个膀胱 已经快战破了 他完全的尿路 除了尿路 除了尿路 那个量非常地大 后来我们就找泌尿科医师 做膀胱经济去检查了膀胱 就紧锤 那个膀胱看起来是 那个膀胱已经就是 我们叫做 两柱化了 他就是像 到处都是中午时这样突出的 那种就是过度的憋尿 然后膀胱长大 然后引起了慢性发炎 所以整个膀胱里面是惨不忍的 那个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膀胱已经没救了 那怎么办 那以后还能 那以后怎么办 对啊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插倒尿管 然后我们这时候还发现 在那些中午时动 里面又有很多白色的球 那其实白色的球 都是美菌的球 它已经长期这样子 你那堆细菌 然后又吃了抗生素 它又没有治疗 到时候连美菌都长出来了 后来我们在泌尿科医师 在冲那个膀胱 就好像消防队员 在拿一个强地水素在冲一样 就帮他洗膀胱 把那些美菌球全部都洗掉 洗掉了 他感染治疗好了 但是他发现 他脱离不了尿管了 以后 后来他出院之后 是每四个钟头 他要去厕所拿镜子照 然后帮自己放倒尿管 然后把尿管拿出来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他的膀胱已经失去了 没有能力了 对 他的膀胱 整个都已经先了 那你都没有知觉 你倒尿管进去 他怎么倒出来 其实女孩子帮自己倒尿 算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现在 他是女生 对 他是女生 有蜘蛛式的倒尿管 要不然男生 要经过那个 你怎么弄 痛都痛死 男生换自己倒 那个是酷型 那个是非常强 女孩子还好 其实女孩子就 他们坐在马桶上 然后拿镜子自己照准了 照准那是一个feel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医院 我们请护理师去念过他的 镜子照好对准 他一翻开 就放进去 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就是 肾脏不舒服 但不是为了念书 是因为跟同学出去玩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在花莲念书 然后某一年跨年的时候 就跟朋友一起 骑摩托车到台东 然后从花莲到台东 是一个狭长的地形 就一起 就是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中间就是 其实还想上厕所 但是因为中间泡到厕所 就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就都没有 就这样 不好意思 这样 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然后回程的时候 也是从台东这样 骑回花莲 然后才去上厕所 结果 天哪 你这么潮湿的东西 对 我为什么要憋那么久呢 这一间厕所就是不干净 你可以找一棵树 没有 你还可以找一棵树 不行 然后回去之后 就开始有 平尿的状况 然后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开始 尿尿会痛 又血尿 可是 不敢跟别人讲 就觉得真的不好意思讲 就这么感觉 很严重的事情 小朋友就不敢讲 就一直忍忍忍 忍过了好几天 就真的痛到受不了 他就挂急诊 然后挂急诊 就抽血 验尿 然后医生 后来做完检查 他就说 妹妹 你很会忍痛 你那个 你怎么可以忍到肾脏发炎才来 已经好几次了 好几次了 已经到肾脏发炎了 他就说那不行 你这个要联络观察 然后就打电梯 然后后来就吃抗生素 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好 但是就那一段期间 就是变得很贫尿 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去上厕所 对啊 就觉得对老师很不好意思 你刚刚讲到说什么 工作可以就是很轻松 坐在冷气房里面 大家可能觉得主播 就是这样子的工作 没有 主播也是很辛苦 我记得2004年那次是英国 应该是史上最 英国最严重的那一次恐怖攻击 就是伦敦地铁的连环爆炸 那个时候 我就是被派到英国当地去采访 第一时间采访那个爆炸事件 那那个时候因为英国到处都封锁 地铁通通被炸断了 所以他们其实交通完全断 那路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车 路上通通都是车 那我们为了要赶新闻 我几乎是全部都用走路的 而且以前我们在外面采访 我们去哪里上厕所 我们都是去麦当劳街厕所 但那时候因为他们怕被放炸弹 所以所有的公共场所的厕所 都是封闭 我那时候去那边七天 我每天都只上一次厕所 对 就是我早上七点离开饭店的时候 我会起床先上一次 然后我就一整天不敢喝水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 然后再来就是晚上十一点 回到饭店的时候 再上第二次厕所 就是为了这样 所以就这样七天 可是在那七天当中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回来之后 我隔天还继续播新闻 但是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有点乏 觉得有点 一开始是觉得 后臂腰痛 那我以为是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 太累了 扭到 那真的很痛 然后我爸就说我带你去针灸 我们家附近有个人 针灸很厉害 结果他带我去针灸的时候 真的不夸张 那个针灸针一针下去 我整个人痛到从床上跳起来 尖叫 然后那医生也吓得赶快收针 他说不对... 你这个绝对不会是扭到 他说你这个一定要去看急诊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发烧 我说我觉得我不太舒服 后来我们到急诊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我已经烧到39度9 那时候我的主宿就是发高烧跟腰痛 结果急诊室主管一听到这两个 立刻说马上抽血 然后安排住院 报告出来 就是 但是我只知道我进去到病房之后 我接下来再恢复意识是三天后 我整整三天的时间是 我完全没有意识 可是我知道 我唯一有意识的是 中间我会突然间觉得 然后我就会醒过来 然后我就会叫说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五床六床被子 一层一层加在我身上 然后还再用两个大烤灯烤我 可是我可能过了一会儿之后 我会说好热... 赶快把这些都拿开 然后大家就赶快拼人... 那时候我就依稀地记得 我的病房里面好像有 两个以上的护理人员在照顾我 然后他们就赶快要拿走 然后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然后一直到三天 我大概进去之后的第四天 我才恢复意识 然后我才知道就是我那几天 就是反复地不停地发高烧 那非常严重的发炎 所以抗生素好像 它是同时下到最后是下四 三到四种抗生素 同时在做治疗 那最后我出院的时候 我看到的那个诊断证明是 那因为我自己以前跑医药啊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 败血症三个字 大概就挂了 对 通常我们在报导就是 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急性什么的 然后引发败血症而死亡 通常我们...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会这样 但我只知道就是那次 非常地严重 后来医生就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复发的 所以他就说你以后 自己要小心一点 稍微有一点状况的话 你要多喝水 不要憋尿 如果有类似症状的话 你要赶快再回医院 结果果然不到半年又来了 下了新闻之后 立刻去急诊 因为你有经验了 那时候烧到39度5 然后腰还没有非常痛 就又是同一个 急诊室主任看到我 我说你又来了 我说对 他说你是怎样 我说跟上次一样 他说住院了 住院了 结果也是 只是第二次就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像那样催散一点 对... 我就要举一个案例 有一个三十几岁 他就是一个专职的那个外送 然后很拼 他还找我的时候 他就形容他最近一个礼拜 他不知道感觉是感冒 还是就觉得热热的 全身肌肉就是酸痛 就很疲劳 那有朋友跟他讲 应该是有点轻微重疏 他今天中午又接了很多单 可是他说他今天有够倒霉 他接的那个单都是那种 那他就一直爬上 爬到四楼五楼 那满身大汗 撕搭搭 那撕搭搭完之后 他全身的肌肉酸痛得不得了 那好不容易 那个稍微下午可以休息一下 他解不出小便 他本来讲说大概 因为那个热太多汗了 没有什么小便 再去解出来的时候 竟然是一个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不行了吧 就来看一些 其实他那个比较热中暑 那叫做 或叫热疲劳 造成一个急性的那个 恒闻肌溶解 因为他太热 更加上一些电解质液上 加上脱水 造成他肌肉大量的溶解 这个有可能还在持续进行 你如果没有让他休息 所以我后来决定 把他转到急诊室去打点滴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帮他冲冲水 保他的肾脏 不然他有可能会急性胜水伤 第二个我如果放他回去 他明天一定继续跑 他明天一定会继续去外送 然后继续外送的话 他有可能就会更严重 就进行到一个叫热疲劳 那甚至会昏迷死吧 我也分享一个案例 二十几岁的一个外送 有很拼喔 他就说这一段时间 腰痠背痛 合理啊 因为我常背重的东西 走来走去骑摩托车 合理 然后常常会冒冷汗 就是打个懒 冷战这样子 他说也还好啊 因为进去店里面 有冷气 有冷气 他出来又流汗又冷一下 也还好啊 他也不管他 为了要拼十几万的月薪 他就是真的是不喝水 不上厕所 然后看到单就这样子 拼命的接 拼命的接 连吃饭都没有定时这样子 直到有一天他说 送一送他就觉得中午的时候 觉得自己怪怪 头胀胀 晕晕的 他说他骑车觉得自己会偏 到一个时间把单送来差不多 的时候自己骑到急诊 后来检查的时候 他的药真的很痛 我们一敲是一个 剩余剩眼 然后他憋尿 憋尿 他之前那个药酸背痛 搞不好就是开始有剩余剩眼 对 不喝水 其实很容易结实 再加上发烧等等那些 这种东西省与省眼 如果你不好好处理 一次 两次 三次 就是复发的话 很容易到时候你肾脏 搞不好都要去洗肾 蔓越美其实不能治疗 所以糖分太高 会抗 其实重点是在于喝水 你喝到2000细细的水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那个叫做 为什么抗生素没效 你这个滥用抗生素 那要抗生素造成那些细菌性的抗药性菌种 跑出来 其实大部分的泌尿道感染 都是大肠感去 非常好杀 用地线抗生素都可以 可是你重复感染 对于这种病患 我倒是请他来 去看一下那些阿公阿嬷 他没有肾脏的时候 是多么惨的一件事情 他们想喝水 阿公阿嬷想喝水 因为肾脏他们没有小便了 所以我们要献水 他们好口渴 好想大口喝水 他们都不能喝水 那现在是可以大口喝水的 但是他们都不喝水 对... 这个 欢迎来我洗肾脏做志工 蔓越美是来 蜜尿道感染 蔓越美里面的成分 有让我们的蜜尿道黏膜 变得比较光滑 让细菌比较不会爬上去 造成那个橄榄 在急性橄榄的时候 蔓越美是没有效的 而且我们一般 没有特别建议蔓越美汁 因为蔓越美汁里面 糖分很高 有效的成分很少 所以如果真的要使用蔓越美 还是要是经过浓缩过的 那些蔓越美的顶 或者蔓越美颗粒 那你蔓越美果干或蔓越美汁 你那是直接是吃糖 你还不如喝水比较实战 然后还有讲到一个那个药 吃下去会局射 所有得过泌尿道感染的人 不管是去药局买那个不该买的 或者去看医生看 都可能会去吃到那颗 吃下去小便会变橘黄色的那个药 那个是一个 尿道止痛药 它其实杀菌的效果非常差 它最主要效果是让你没有症状 你看到你自己抵抗力好 就不会痛 侯医师就一定知道 那个吃下去会让你颜色 小便变颜色的东西 其实那也 是你肾脏代谢那个药物之后 然后它会变成一个止痛的一个效果 然后从你的尿道出去去 所以这个药不能常吃 必要的时候医生厨方开可以吃 可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它是对肾脏会造成伤害的 你的观念要改 当然为工作命都不饱了 就肾脏都没有怎么办 我呢 我要先自首 我自己很不爱喝水 我一天可能喝不到100cc 我那100cc就先带自己 100cc 起床之后 我起床之后只有吃维他命 我可能灌两口水 然后就不喝 然后再来一整天我都是喝咖啡 喝饮料 喝茶或喝汤 然后再来呢 我进公司上班之后 我也是又一直坐着 我想说一直在那边坐着 然后忍到最后一刻 真的有尿液的时候 我再去上厕所 所以我很常憋尿 或者是我可能 要播报的时候 两个小时 我就没有办法上厕所 然后后来我就久病成良医 因为我就是尿道颜不断不断的 不是用医啊 不是用医啊 不是 尿道颜不断不断的复发 我只要发现 我只要肚子脏脏的 然后有点痛我就知道 我尿道颜了 我就会直接去家里附近的药局说 麻烦你给我那个吃了 吃了药 那种药 尿会变成橘黄色的那种药 然后药师也都知道我该说什么 就给你牛层吃 橘黄色的 不是维他命B 它是什么 待会医师知道 就我说的尿是橘黄色的药 然后有的会比较橘 有的会比较黄 但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给我那个药就对了 然后我通常吃了三天左右 那但是我惊人有一次就是 我吃了药还是没有好 越来越痛 然后我就只好去看妇产科医生 我也说你开抗生素给我就对了 然后他也给我药 但我三天后还是没有好 因为通常妇产科医生会说 你吃完这一份药之后 三天之后要来回诊 但是我才懒得去回诊 我才觉得 有好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吃完之后还是没有好 而且我已经严重到 我第一次走路会痛 所以我只好变成像老人家一样 走路会弯腰驼背地慢慢走 因为我走路都会痛 或是我坐车子的时候 不是系安全带 然后这边也会撩一个 如果急杀车我就好痛 就很痛 就是已经到痛到我无法忍 我就只好再去换另外一家名医看 很难挂号的 他就帮我做超音波 发现我已经从尿道炎 感染到阴道炎 再来到膀胱炎 差一点点就要剩余盐 他说如果你已经剩余盐的话 你是要卧床的那一种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有吃药局的药 我有去给别的医生看过 我抗生素我都吃了 他就说抗生素有分很多种 你的那种抗生素 不见得对你这次的正下药 因为我太常只叫医生说 我要那种药 我要那种药 然后就已经严重到 已经发炎到那种 差点剩余盐 我差点就要躺病床了 那我就这次乖乖吃药 乖乖回诊 然后他也跟我说 你平常要吃一些 所以我立刻看完病之后 我去超市买了三颗氢化 也才把它剁碎 把它当饭吃 然后每天喝2000cc的蔓越莓汁 那一次我才好 所以我才知道说 尿道炎可能会一路 引发到剩余盐 这个很可怕 尿道表面也是 泌尿黏膜构成的 那我记得有一个 妈妈真伟大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阿上 大概六十几岁 在菜市场摆摊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菜市场工作 其实相当忙碌 因为要去厕所 也不是那么方便 你一旦离开摊子也没人帮你顾 所以他已经 那他从年轻的时候 因为为了要养大四个孩子 所以他都是自己去药房 泌尿道感染 尿尿不舒服 都是自己拿药 那那一天晚上是急诊来的 他真的是从晚上六点 收了摊以后 到半夜十一点 除了尿尿痛以外 他根本就尿不出来 所以超音波一扫 整个膀胱里面都脏起来 都是血块 那所以才紧急做膀胱镜 麻醉下去处理 那进到膀胱镜以后 我就看到那个膀胱里面 就是粘膜 所有粘膜都像 溃疡一样 一点一点红色的 那所有的红点都是出血的 都是溃疡 那一大片那个红色 就开始像雪花 雪一样飘下来 那这个很麻烦 因为别的地方流血 它血可以排掉 但我们不会随时随地去尿尿 所以只要三四个钟头 这些血积在膀胱里面 积满100cc 那我们的血 像朱雪膏一样 一会就这样减着会 所以只要100cc就尿不出来 所以它就是慢慢这样子渗 慢慢这样渗 就积在膀胱里面 那这个很麻烦 因为你就算当下 把血块挖掉 去点 点那些每一个溃疡 把它点好了直血 但直血其实又是一个新伤口 用电烧烧的 其实又是一个新伤口 所以只能赶快烧一烧 确定当下没有出血 尿管放上 但是有的时候 那个出血的速度 要是大过于我们冲洗的速度 又会凝结新的血块 血块又塞住尿管 然后膀胱一胀 一胀那个伤口又裂 又更出更多的血 又要带麻烈 对 所以这个病 其实很复杂的处理 所以等到一个礼拜以后 它情况比较好一点 没有再进开刀房止血 那时候几乎两三天就要进去 把血块挖出来再止血 那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三口都长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灌玻尿酸 就我们脸部保湿那个玻尿酸 灌在膀胱里面去敷它 让这些黏膜可以再生得好一点 才能止血 所以它纯粹就是因为 憋尿憋到很严重 所以不要憋尿 真的不要憋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 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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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